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学生会举办话剧表演的时候 梁又年就主动推荐了苗苗来演公主 而她演王子 但是苗苗却遭到了老师的嘲笑 老师说他们两人站一起 有种王子配灰姑娘的意思 让苗苗很受打击 而梁又年此时霸气护气 她说即使灰姑娘心中也有王子梦娘 苗苗很高兴 梁又年能这么维护自己 为了不给她拖后腿 苗苗主动做出改变 她进行了一次全身大改造 当苗苗戴着王冠穿上公主裙 站在梁又年眼前的时候 梁又年差点被吓蒙 她没想到经过打扮后的苗苗会这么猛 想了解更多就请关注点赞并转发吧